我们都知道辽宁间的全身是瓦良格号,而瓦良格号航母并非属于中国,本是属于苏联时期的军工产品。 但由于苏联解体,被乌克兰继承,苏联解体时,这艘航母还并未完工,只是完成了70%左右,主要的核心装备都还没有装上去。 乌克兰拿到手之后,是既高兴又烦恼,因为这对乌克兰来说,很可能就是一只新生海军的希望,但是烦恼的是,没有钱继续完成后续的建造工作, 所以一直就那样搁置在海水里。 2000年,中国爱国商人徐增平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艘已经是秀进班班的航母。 尽管美国从中多次作梗,还是顺利的将航母驶出了黑海造船厂的港口。 即便过了美国这一关,路上还是遇到了很多拦路虎,其中土耳其就是一个,相信大家也是对此记忆犹新。 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,是当时瓦良格号航母被卡住不放行的地方,因为当时土耳其产体过大,不利于通行为由,不可能让瓦良格号航母通行。 直到经过多次商盘之后,并且同意支付风险保证金,瓦良格航母才得以顺利通过海峡。 而这笔保证金数额高达10亿美元,为了航母,咱们也是拼了,买航母才花了2000万,过路费竟然高达10个亿。 这简直就是抢劫,但没办法,路是别人的,想要航母运回国,这笔钱只好远气吞声了,小不忍则乱大谋,如今看来,这是个异化的态,值吗? 其实中国能够成功说服土耳其,暴行海的感谢一个国家,如果没有他们出手相助,瓦良格号还真未必能成功运回国,这个国家就是希腊,希腊作为第三方,正愿意围绕瓦良格号航母,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行担保。 土耳其看希腊都站出来帮忙了,自己也没有理由再扣着不放了,希腊提供拖船服务,负责将中国的瓦良格号,成功安全地送达中国港口。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,在突进阿威拉岛海域时,突然遇到风暴,海浪直接将瓦良格号卷入漩涡中,差点搁浅,为了挽救中国的瓦良格号,希腊托船公司的一位船员付出了宝贵的生命。 为了防止海盗的骚扫,希腊还派出本国的海上护卫建全城堡驾护航,当时希腊已经是被约成员国的一员,但是,从这一次我们不能看出,他们行为处事,并不像被约其他国家那样心狠手烂,利益面前丝毫不讲行义。 当然,中国也从未忘记过帮助我们的友人,在欧洲危机,威胁到希腊时,中国果断出手,绑住希腊度过难关,也算害了希腊一份大人情,责任编辑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